A,B是1m,A,B是12m,C,B是6m 叫我們求回Trader region的面積 我們假設Center在這裏,Center叫O 把一條線拉過來D這裏 把另一條線拉來C 這樣我們就會做到一個OCD的Center 這裏是radius,這裏是12m,所以radius就是6m 剛好DC又是6m,所以這裏是一個Equolateral Triangle 這裏就是60度 既然知道這裏是60度,我們只需要用半圓面積 選擇這部分空白的位置就可以做到 好,所以我們可以試試計算 搬完面積,πr² 除外2 好,然後選擇白色的面積 白色的面積是怎樣計算呢? 就是用Center面積,減回Equolateral Triangle的面積 即是甚麼呢?即是60度 就是0.360度 乘以π6的square 減2分之1個AB 先把2分之1個A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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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負負得正 後面是9個AB 所以整個答案就是12π 加9個AB 所以答案就是D for Dollar 不算是用Center面積 4分之1